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这由不得你了 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怀了 后知先君 在本尊心中 你与轻目这一世的缘分 不过就如这萤火微光罢了 招生目死 此乃天命 你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只想让你回答我 亲国他还在 他没有死 对吧 他只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而这个人 他不爱我 他 真神神石岂能容得了他人 你不要再纠缠着本尊了 你这么着急让我死心 不顾一切 碾碎我和青木的过往 上古神尊 他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吗 原来这就是真神 高高在上 铁面无私 不管你怎么想 总之 本尊今日迎娶的是请昭 你若还有半分尊严 就应该立刻离开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只是在利用你 你当真 愿意嫁这么一个真神 后知 你不甘心是不是 今日这滋味 终于也轮到你来尝尝了 如今 嫁给心爱之人的 是我 被弃弱毕履的 是你 心爱之人 你爱的是他和青木一样的面容 还是他至高无上的权势 一或是 二者你都不爱 你只是不想输给我 不想输给 一个你永远都赢不了的人 放肆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好像还差点东西 差点什么 你 来 来 寂寞 够了 神尊 后世今日目无尊卑 言行放肆 难道不该治他大不敬之罪 你不要再试探本尊的底线 神尊为何会如此动怒 莫非夏军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曾经在神界 您可是最铁面无私的 父神 是父神来迟了 让你受委屈了 本军的女儿 何其精归 她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滔天大错 以至于这般折磨她 这点惩罚算是轻的了 不尽真神 那可是死罪 本军说话 轮不到你岔罪 大胆古君 神尊大婚之日 岂容你在这暴死 百年前 后池 与青木有一桩婚事 如今看来 本尊的觉醒 确实是害了他们二人 所以 后池今日的言行 皆情有可原 把人带回去 好生安分 不要再让她 为了青木之时纠缠本座 女儿 跟父神回家吧 既然青木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那你就该了了 她生前未完成的事 何事 今日诸仙齐聚 我要你当众 宣布休期 以青木之名 若你不做 今日我就不走了 那么你和景昭的婚礼 就没有办法完成 后池 既然神尊已经网开一面 你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 六万年前 我在上古真神座下 学会了一件事 那就是世间之事 应有公道 白决神尊 我女儿说的没错 你和她之间 确实应该有个真正的了断 若是我当众写下修书 你是不是就不再纠缠本座 是 今日此地 诸仙为证 本尊与后池 断清决意 三界之内 神界之下 永生永世 绝无再见之际 今日之事 到此为止 今后 若还有人再敢伤他 无论是谁 无论是谁 即便是真神 本君拼了性命 一定会为他讨回公道 一定开上意 要有多细意 才能允许 永远守过你心底 为你追逼 为你追逝